据媒体9月25号报道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 一对10人伏击被警方逮捕 据丈夫交代 自从1999年以来 他们吃了至少30个人 据报道 9月12号 有人在一所军校旁 发现一个装有女性肢体的袋子 与此同时 在附近街区有人捡到手机 手机里有不少和人体残肢合照的自拍 警方发现自拍中的人 就是在军校工作的巴赫夏耶夫 审讯中 35岁的巴赫夏耶夫交代 在同一所军校担任护士的妻子 纳塔利亚 今年43岁 他们从1999年起 就开始杀人和吃人 至少有30人受害 据俄罗斯警方消息 夫妻俩将尸体残肢 藏在冰箱和地窍等地方 警方在这对夫妻家中的冰箱里 发现了七包冷酮湿化 多个用来装尸体的罐子 19张人皮 以及其他人体残肢 有工人表示 每次他们想进入这家人屋里 夫妻俩总会大喊大叫 当地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